众生 玉祖拉 有佛陀来说佛世界叫众生佛法 众生永远也没有解脱的时候 只能一世又一世在六道中轮回 受尽苦楚 所以众生能学到如来正法 能学佛是很大的福宝 而在这世上学佛的人极多 喜欢打着佛教的旗帜 跳出来摇旧呐喊维护正法的云云众生也不在少数 可惜这样的人对佛法的理解意志半解得多 因极不沾得更多 可用性谦卑学习深入经典的人极少 而自身真正的依得解脱的更是罕见 修行 是依于善法修正自己的行为 务实地挖自己的粪坑 依佛的教导洗净自己的法器 号称皆佛陀是你的发入 使得自我先自觉而后觉它 使得自我先自度而后度有情 绝非偏着佛教的外衣将自己我的更进 掩盖自我的陋习 经与其外却带去其内 去向他人展示自我美好的一面 真正的佛法是能引导众生能脱离六道轮回的解脱法 佛法之所以名为佛法 是因为这是佛陀所说的法 不是菩萨所说法 也不是罗汉所说法 所以名之为佛法 学佛的人之所以称为佛弟子 是因为所学习的是佛陀所说法 既不是菩萨所说法 也不是罗汉所说法 所以名之为佛弟子 既不叫菩萨弟子 也不叫罗汉弟子 更不叫师弟子 可是却有很多学佛的人在这个观点上弄不清楚 一个佛陀或大菩萨降师或转世 必定掌持真正能使众生得解脱的佛法 佛陀讲经 菩萨哲论 并因众生根气及其因缘 传给众生可以修学的解脱的具体法门 而众生要判断此人是否真是降师或转世的圣者再来人 以下几点或可作为参考之一句 此人是否具有佛经上所规定的特征 贤密巨通 无名巨足 展现超出一般凡夫的智慧及圣正量 假如此人除了只会出一张嘴门口胡说八道 可是却什么都不会 连一点点超越你我等凡夫的神通正量本事都拿不出来 这样的人能信吗 佛弟子们可别忘了佛陀的经典上 处处都有佛菩萨们神通正量本事的记载哦 如果你读过佛经你一定看到过吧 此人所说的法或所作论著 是否符合释迦牟弥佛的经典 见略是否使文法者心情豁然贪浪直直人心 令人对三宝生起信心奋起修行 或见物或顿物或得解脱 假如此人所说的法或所作论著 令人心声迷闷 或动拉西扯似射而非 或言不及意变离尖叫 难道在正凡两者之间 我们就那么没有智商去分辨一下吗 此人所收 所教的土地 是否有已经成就的圣者 或至西方极乐世界 或遇知识至生死自由 或肉身坏 或化红飞生 或与天头兽 假如此人的土地都这么厉害 难道这个人会是个男夫吗 假如一个为师者坐下 连一个解脱的圣者也信奉 这样的打着佛教旗子收徒数十年的师父 难道不该被打上一个大大的问调吗 佛法不是光有空洞的理论就行 佛学上的理论基础 还得与真空妙有的无碍神通力量者相结合 才是佛法完美的展现 慈悲伟大的观世音菩萨到处寻生救土 在民间有许多说不完的感应事迹 是这娑婆世间多少众生心中的耶护主 如果不用神通之力 难道关世音菩萨只靠一张嘴 剩下嘴皮子里喷就能救度众生出苦海了吗 佛弟子们是该清醒头脑了 我是一个甚至连说残愧二字都不配的佛弟子 一个力争上有响的解脱的佛弟子 我学的是HH第三世多结仙佛所传的佛法 今日有感 将个人一点点请我学佛心的与有缘的人分享 祝愿全天下的佛弟子们都能造欲正法 早的解脱 别再遇足了 哥弥陀佛 佛弟子的音 定理 南无第三世多结仙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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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